新聞一開始來看到 中華市中美路頂第六信用合作社 二十六好 十二點外 一名南豬鴨青 在來六信大化 要唱歌 腔圓歡迎很快 馬上是警令 孫樂警員關到現場的時候 憲法斥公馬上落袍 又對警方開一城 好知情無法唱成功 最後警方順利跟人抓起來 換案動機為米英國 又需要調查禮謙 走啦 走啦 這次會不是去圍兵 可以看到客廠的態度 為六信走出來 這件衣行手案 發生在中途十二點外 六十一年出的丹西南豬 客廠衝進去六信中車 發手劍 這次唱會要唱的整台 是專門在開好用的 所以沒有現金 他要戴帽子 戴口罩 還有短袖的 好像淚灰色的衣服 還有戴袖套 還有戴手套 安全帽沒有嗎 沒有 就戴鴨舌帽 他一進來就是喊說他要搶劫 他沒有 他到靠近櫃台的時候 突然在那邊咆哮說要搶劫 他有亮槍出來 警方表示 在這條六信報案之後 馬上出動經歷到現場 嚴寬看到警方到尾也馬上鬧炮 過程當中 嚴寬又開城 好家在沒上到人 我們是在今天中午12點15的時候 我們接到了銀行的簡報發放 那這一部分我們現場同僧 馬上趕到銀行這邊 那我們當場 我們經同僧的追氣以後 差不多追氣了超三四百公尺的時候 我們來到這個銀行搶刑的嫌犯 那這個嫌犯我們現在帶回 我們的駐地在這群當中 那在過程中聽說是 懸犯還有開一槍是不是 我們初步的查證現場說有開一槍 那這一部分應該是懸犯所開的 一方錯誤了解 我們知道嚴寬今年四十七歲 中期的動機也還不清楚 客氣到底是該做的情 還是這事的 都還需要政治部的調查 六中華新聞 劉思良 中華蔡宏報道